超戰無人敢捧,卻能空降央視,攜手成龍用8小時完成資本積累。 這是鈴金為止打臉最快的一次,沒有之一。 前程提要發生了什麼想必大家都有所以問,汪凱琳的二版本上線了,莫名奇妙突然地就向著超戰粉絲開戰,沒有任何原由地直接開始。 甚至大然不蠶地說粉絲得罪他的全部算在超戰的頭上,要讓自己導演的圈子都抵制超戰。 一時間讓不少人覺得,曾經導了不少軍女題材作品的,傳達著正向價值,如此正派的一個人,竟然會說出這種話來,再次顛覆了新認知,風起來可以看到更多往日看不到的嘴臉。 別的不說,突然冒出這樣一個有著強大背景的導演,不管這面上的熱鬧是什麼樣的,隨後成的一出戲就是你看超戰又得罪了圈中大哥。 現在看這些所謂的大哥基本可以湊一桌推推牌是沒問題了。 這有趣的是這位大哥不知道有多牛,從瘋狂書出到嘲笑,卻實現了史上打臉最快的一次,沒有之一。 論,8小時如何完成資本職類超戰僅用了短短8小時,空降央視,吸成龍國際動作電影截閉幕式做開場嘉賓。 這事不是立馬就讓你覺得有點意思了,畢竟去吸成龍駐場的現在都事業界大拿,有吳京,王寶強,王撥,吳越等眾多功夫電影明星,超戰和功夫真不太踏邊。 以此也衍生出超戰踏上了什麼特牛的圈子等小道消息。 別的不說,就和超戰一起打鼓的都大有來頭,江湖人稱古王,當晚還慶祝國保牛首回歸,醜醜者活動份量夠重的。 誰知道轉頭就變成當晚參加這場活動的才是真正的資源價。 這是鈴金為止打臉最快的一次,沒有之一。前程提要發生了什麼想必大家都有所以問,汪海林的二版本上線了,莫名其妙突然地就向著超戰粉絲開戰,沒有任何原由地直接開始。 甚至大然不慘地說粉絲得罪他的全部算在超戰的頭上,要讓自己導演的圈子都抵制超戰。 一時間讓不少人覺得,曾經導了不少軍女題材作品的,傳達著正向價值,如此正派的一個人,竟然會說出這種話來,再次顛覆了新認知,風起來可以看到更多往日看不到的嘴臉。 別的不說,突然冒出這樣一個有著強大背景的導演,不管這面上的熱鬧是什麼樣的,隨後成的一出氣就是你看超戰又得罪了圈中大哥。 現在看這些所謂的大哥基本可以湊一桌推推排是沒問題了。 這有趣的是這位大哥不知道有多牛,從瘋狂書出到嘲笑,卻實現了史上打臉最快的一次,沒有之一。 論,八小時如何完成資本職類超戰僅用了短短八小時,空降央視, 吸成龍國際動作電影截閉幕式做開場嘉賓? 這是不是立馬就讓你覺得有點意思了? 畢竟去吸成龍駐場的現在都事業界大拿,有吳京,王寶強,王撥,吳越等眾多功夫電影明星,超戰和功夫真不太踏邊。 以此也衍生出超戰踏上了什麼特牛的圈子等小道消息。 別的不說,就和超戰一起打鼓的都大有來頭,江湖人稱古王,當晚還慶祝國保留守回歸,醜醜者活動份量夠重的。 誰知道轉頭就變成當晚參加者場活動的才是真正的資源價。 下面到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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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